歡迎收看 總編輯時間 歡迎您收看 我是呂寧思 好甘總署網站25號發佈 關於防止喉鬥疫情傳中國的公告 要求來自喉鬥疫情發生國家 並且接觸過喉鬥病例 或有疑似症狀的人員 向海關主動申報 海關衛生檢疫人員 將按照規定的程序 採取醫學措施 並且開展採樣檢測 公告另外要求 來自喉鬥疫情發生國家 並且有染疫或染疫嫌疑的 交通運輸工具的乘運人 以及集裝箱貨物的貨主等責任人 應按規定程序實施衛生處理 與此同時 海關將依據疫情進展 實施動態調整口岸防控措施 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23號宣布 將喉鬥疫情列為全球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這是世衛組織最高級別的警報 目前只有新冠疫情和小兒麻痹症 屬於這個級別 丹麥巴伐利亞北歐公司25號表示 這一公司所生產的 原本用於治療天花的疫苗 已經獲得歐盟正式批准 用於對抗喉鬥 為阻止喉鬥病毒傳播 英國 美國和歐盟等 紛紛訂購疫苗預防 賦予國家大量囤積疫苗 導致全球醫療不平等問題更加嚴峻 截至目前已經有超過75個國家 出現16000多起喉鬥病例 並在非洲造成5人死亡 看看今天的主要新聞 俄乌戰士已經踏入第6個月 兩軍都聲稱摧毀了對方的彈藥庫 俄方稱空天軍精確製造武器在東部 殲滅了100多名民族主義者和外國共用軍 而乌軍則稱 俄軍沒有足夠兵力奪取東北部的 哈爾科夫州 俄羅斯國防部25號指出 俄軍用海基高精度遠程武器 摧毀了烏克蘭西部 赫梅利尼茨基州的一個轉運基地 這個基地儲存了美國海馬斯 多管火箭系統的彈藥 和美國M777大口徑 榴彈炮的炮彈 俄羅斯空天軍用精確制導武器 在東部頓涅茨克州殲滅了100多名民族主義者和外國雇傭軍 俄媒引述青俄官員報道 南部赫爾松州和東南部的扎波羅勒州將會在9月初就是否加入俄羅斯舉行公投 但烏軍表示在赫爾松的反攻有進展 並且已經進入攻擊俄方目標的射程準備 將會奪回赫爾松的控制權 烏軍承認 俄方繼續炮轟烏東頓涅茨克州 並且準備攻擊巴赫木特 至少5間房屋損毀 1人受傷 而東北部哈爾科夫州 一個城鎮25號遭到俄軍炮擊 一座文化中心被擊中 3人被困瓦利 另有一人受傷 烏美指當地曾經傳出20次爆炸聲 不過烏軍指俄軍兵力不足難以推進 所以不可能奪去哈爾科夫州 烏克蘭國防部表示 用美國提供的海馬斯火箭系統 摧毀了俄軍50個彈藥庫 烏克蘭戰略通訊中心指出 烏軍在23到24號攻擊東部盧干斯克州洪璐旗一間酒店 摧毀了一個俄軍指揮所 並且殲滅了100名俄羅斯士兵 在南部則摧毀了兩個戴藥庫和反坦克導彈系統 另外數萬名因為逃避戰火而離開家園的烏克蘭人 鳳王威視綜合報導 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25號表示 在糧食出口協議中沒有禁止俄羅斯繼續特別行動的任何內容 他又指從奧德薩港出口糧食沒有任何阻礙 對於上星期烏克蘭 俄羅斯在伊斯坦布爾分別與土耳其和聯合國簽署 解決國際市場糧食與化肥供應問題的協議 但俄羅斯隨即用導彈襲擊奧德薩港口 拉夫羅夫指襲擊的目標是港口的軍事基礎設施 又指俄羅斯簽署的協議沒有禁止俄羅斯繼續特別行動 他稱從奧德薩港出口糧食沒有任何阻礙 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25號也重申 一枚俄羅斯巡航導彈23號攻擊奧德薩港口 是攻擊軍事設施沒有影響糧食出口 摩爾多瓦總理加弗里利查 日前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專訪的時候表示 他擔心摩爾多瓦成為下一個烏克蘭 加弗里利查表示 作為夾在烏克蘭 羅馬尼亞等國中的小國 俄乌衝突對摩爾多瓦造成了很大影響 他擔心摩爾多瓦將成為下一個烏克蘭 尤其是考慮到俄羅斯的軍隊 如果再向烏克蘭的西南部挺近一些 靠近奧德薩以及俄軍在摩爾多瓦 俄乌戰爭也令摩爾多瓦的經濟不振 通脹高起 加弗里利查表示 摩爾多瓦6月的通脹率高達32% 能源價格持續高漲 在戰前 歐洲家庭的平均能源消費佔家庭開銷的5% 而摩爾多瓦則佔15% 但俄乌戰爭開始之後 摩爾多瓦的能源價格漲了6倍之多 儘管如此 摩爾多瓦還是收留了近50萬烏克蘭難民 民調還顯示85%的摩爾多瓦人希望接受更多難民 而50%的摩爾多瓦人願意無條件地接受難民 加弗里利查還表示 他很高興歐盟決定給予摩爾多瓦 歐盟候選國的地位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波蘭國防部長布拉斯恰克日前表示 波蘭計劃建設北約 歐洲成員國中最強大的地面部隊 布拉斯恰克視俄羅斯和白俄羅斯為潛在敵人 他強調 波蘭必須補強國防力量 已在必要時刻擊退侵略者 波蘭已經訂購了美國製造的愛國者防空系統 預計將於今年交付 他還補充說 波蘭還將採購與英國天空軍刀類似的防空系統 但並沒有說明具體的信息 此前 波蘭將200多輛T-72坦克運抵烏克蘭 用於與俄羅斯的作戰 目前 波蘭正補充其武器庫存 波蘭還和美國簽訂了採購250輛新坦克的協議 烏克蘭戰爭已經進入了第六個月 那麼現在呢 這個戰爭啊 這個包括了很多的方面 上次我們說過 從整個的這個再更廣泛說呢 實際上是俄羅斯在和歐洲打一場這個油漆戰爭 那麼在具體的戰場上 在遁涅茨克 這個俄國還在想拿下像斯維扬斯克一些重要城市 但是還沒有拿下來 那麼在南部的赫爾松呢 烏方宣稱呢 他們即將解放赫爾松 並說最近呢 在包圍了一個 這個2000人的俄羅斯的部隊 現在呢 我們每天報導的 有俄方的宣佈的戰果 還有烏方宣佈的戰果 那麼這些呢 還是要做一個參考 另外呢 有一個動向就是 上個星期 雖然土耳其 俄羅斯 和這個聯合國 還有烏克蘭 和土耳其和聯合國分別簽署了 關於糧食出口運輸 從黑海 主要是奧德薩 這個港口運輸的一個協議 可是呢 這個協議剛簽了第二天 奧德薩港口就遭到俄軍導彈的襲擊 那麼有趣 有意思的是 這個導彈發生 襲擊發生之後呢 俄羅斯馬上就宣佈 他們與這件事無關 他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而斯雷斯伊總統說 這就說明俄羅斯是言而無信的 不可能相信它能夠讓糧食安全的出口 可是到今天剛剛我們又看到 俄羅斯的外交部長拉夫羅夫 又承認這導彈確實是俄方發射的 因為我腦子一想 也只有俄方發射 那麼為什麼當初他們不承認 現在又承認了呢 而且他說 這個協議當中沒有前提說 不能夠繼續進行軍事行動 這個外交的語言呢 讓大家就有點無語了 這個 好 我們先不管這些 另外呢 我們看到俄羅斯國防部的發言人 他們說他們現在有一個行動 就是針對烏西的基地 就是烏克蘭西部的一些基地 這些基地呢 裡面存放有 美國的海馬斯多管火箭系統 也有M777 這個大口袋彈炮 那麼這說明呢 這個俄羅斯方面現在用 一些導彈呢 專門打這個西方重型武器 到烏克蘭戰場的運輸線和基地 同時呢 我們也看到 摩爾多瓦的總理 表示呢 它這個國家呢 很擔心會成為下一個烏克蘭 本來在這個摩爾多瓦這個小國呢 它就存在著德佐地區 就是德涅斯特河岸的一部分地區呢 就是清俄 而且裡面還住有 俄羅斯部隊 它在這個烏克蘭的西面 如果這個地區 俄羅斯 讓它激活了它的這個軍事力量的話呢 那麼 都形成了這個東西兩邊 來加擊這個奧德薩 摩爾多瓦以前是蘇聯裡面 最小的一個加盟共和國 我們知道那位著名的蘇聯前領導人 布林利涅夫 他最早就是摩爾多瓦 這個蘇聯共和國的黨委書記 在斯大林時期 後來他加入了主席團 然後呢 又進入了政治局 好 看看另外一則新聞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25號在記者會上 對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計劃篡訪台灣 再度回應說 中方正嚴正以待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中方必將採取堅定有利措施 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有外媒報導稱 中方在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可能訪台問題上加強了警告 其有消息人士表示 這可能導致中方的軍事反應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週一在記者會上回應稱 中方近期已經多次向美方表明 堅決反對佩洛西眾議長 訪台的嚴重關切和嚴正立場 我們正嚴正以待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中方必將採取堅定有利措施 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由此造成的一切嚴重後果 應由美方負責 另外 針對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說 中國軍隊在過去五年裡變得更加危險 在太平洋地區對美軍及其盟友攔截的次數顯著增加 趙立堅批評指 美方有關表態完全顛倒黑白 是為自己擴充軍力尋找藉口 鳳凰威視 周嘉欣 王磊 北京報導 佩洛西下個月是否要到台灣活動 到目前為止其實還沒有得到任何證實 然而 相關報導和反應 已經驟然地令台海局勢緊張加劇 特別是中美關係出現危機 據報中方私下向美方發出強硬警告 暗示可能以軍事手段進行反制 華盛頓高層出現的混亂的反應 白宮擔心觸發台灣海峽危機 向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等 就反對佩洛西訪台計劃 而美國的軍方還有情報官員 一方面是努力向佩洛西解釋說明 說這次訪台的是很有風險的選擇這個時候 同時他們還必須按照法律規則 要製定一套保護佩洛西一行的計劃 包括調動航空母艦或者派遣戰機提供密接空中支援 這個消息最早是上星期二英國《金融時報》披露出來的 說佩洛西要在亞洲訪問期間到台灣 上星期六這份報紙又說北京可能向華盛頓方面私下發出警告了 而他說北京態度比以往任何涉台問題都不滿 而且更加強硬 中國方面至今沒有詳細的回應相關手段和反制到底是什麼 那麼西方媒體又在猜測解讀說解放軍可能出手阻止佩洛西的專機降落台灣 甚至出動戰機攔截他大陣的美國軍機 那麼白宮方面呢據說正在努力地評估 中方進行的這是到底什麼程度的一種警告 是一種威嚇還是採取一種戰爭邊緣策略 還是具體的行動 這個佩洛西本人呢他就是以按這個安全考慮為由 拒絕透露是否會放台 他宣稱說這是個安全議題 所以我現在不會討論 但同時的佩洛西又強調兩點 第一他說拜登從來沒有反對他訪台灣 第二他說即便他真的訪台了 他說並沒有說我們會支持台獨 他說台獨不台獨是台灣當局自己決定的事情 但目前直接呼籲佩洛西的只有一個人 就是那個前國務卿蓬佩奧 蓬佩奧24號星期天在推特上發文上 說Nancy 我和你一起去 他說我在中國大陸被制裁 但在熱愛自由的台灣我沒有被制裁 他說我們在那兒見 那麼目前需要研判的問題 也可能是難題啊 就是一方面呢拜登對於佩洛西訪台的反應 到底是他們眼雙黃 還是因為美國的三權分立體制造成呢 這個行政機構管不了立法機構 這個兩個部門的領導各行其事 那麼這樣的一種信息不斷加碼 是有意來試探中國底線 還是繼續掏空一個中國政策的這個做法 另一方面呢 除了警告之外 在中方做出的準備當中 到底還有哪些以往不同的工具 這工具箱裡還有哪些工具 這次是不是要拿出來了 最後呢 可以說如果美國這次縮回去了 那麼說明中國亮劍有了效果 或者是其他因素起作用 或者是呢 美國又怕因為中國的亮劍它縮回去呢 又引起他們自己的將來的這個被動 那麼如果佩洛西一意孤行 中方到底又真的會採取哪些措施和行動 美國又會做這樣的行動 這圍繞著這個至今都沒有確認的 但是已經吵得沸沸揚揚的這個敏感問題啊 其實中美之間已經開始了又一場 威懾 輿論 還有心理戰 好 現在請看鳳凰運時記者報導的 其他重要表題新聞 我們稍後再會 We'll go back.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总编辑时间 我是李宁斯 看一下东南亚新闻 印尼总统左克·维多多 25号启程前往北京 展开为期两天的访问 左克当天 邪夫人伊利亚娜 在雅加达乘坐专机前往北京 左克将于26号 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左克其后还将到访日韩两国 分别同日本手下岸田文雄 以及韩国总统尹熙举行会谈 印尼是今年的 20国集团轮值主席国 将于11月份举办 20国集团峰会 看菲律宾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5号发表 商人后首次国情咨文 阐述了新届政府的施政纲领 和工作重点 主要集中在经济和外交领域 马克思当天在国会发表 国情咨文 谈及外交政策时指出 菲律宾将以所有人为友 愿同各国开展合作 不过他强调 保持外交政策的独立自主性 经济方面马克思表示 将采取稳健的财政政策 他承诺将对税收等多领域 实施改革 吸引外商投资 振兴旅游业 采取针对性措施 应对通货膨胀 保持价格稳定等 他强调 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 至关重要 争取实现 今年国内生产总值 增长6.5到7.5个百分点的目标 农业方面 政府将扶持本国农业发展 鼓励农民科学耕作 增强农作物 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力 实现增产 同时减少对稻米等粮食的 进口依赖度 能源方面将大力发展 风能 太阳能等新型能源 并评估发展核电的可能性 疫情方面 马克思表示 尽管随着新冠变种病毒传播 近几周确诊数字有所上升 不过他保证优先考虑 平衡经济和人民复制 不会再度实施封锁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 王毅25号以视频方式出席 纪念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签署20周年研讨会 开幕式并致辞 王毅表示 地区国家应该旗帜鲜明 反对任何挑动对抗的言行 继续将解决南海问题的 主动权和主导权 掌握在自己手中 王毅总结了宣言的签署 及落实的成功实践 带来的三条重要启示 包括南海和平稳定 是地区发展的重要前提 地区国家是妥处南海问题的真正主人 以及东亚模式是汇聚和维护共识的 有效途径 他并强调 今天的南海并非风平浪静 个别域外大国 为了维护自身霸权 不断向本地区加大力量投入 蓄意扩大矛盾 调动紧张 危害沿岸国正当权益 和海上正常秩序 对此 中国和东盟国家应当明确态度 如为和平合作而来 我们欢迎 如为捣乱破坏而来 请你们离开 王毅表示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应继续将解决南海问题的 主动权和主导权 掌握在地区国家自己手中 将南海真正打造成 和平之海 友谊之海 合作之海 王毅建议 为此要做到四个持续 包括要持续守好和平底线 南海不是域外国家的游猎员 更不应成为 大国博弈的决斗场 要持续推进对话协商 走出一条兼顾各方诉求 包容各方利益的 南海治理之路 要持续深化海上合作 积极推进科研 环保 搜救等领域务实合作 探讨资源共同开发 要持续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应该以宣言精神为指引 加快打造宣言的加强版和升级版 早日达成有效富有实质内容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南海问题是中国对外关系当中的 一个重要的焦点所在 那么南海目前主要的 就是本来按照王毅说 应该是和平之海 友谊之海 那么为什么现在成为域外国家的游猎员呢 这里边有几个矛盾 一个是一个域内大国 就是中国和域外那个个别国家 个别大国就是美国 这两个国家在南海之间的这种对峙 而且不断地上升 那么美国还有他的西方盟友呢 不断地或者说这个拉帮结派 成群结队的来到南海呢 他们宣称要保护这个自由航行权 那么当然了我们也知道 因为中国这个国力的崛起 那么使得西方国家呢 在围堵中国当中 把南海作为一个焦点 另外一个原因呢 其实和南海相关区域的其他国家 也是有关系的 这个域外个别国家 是自己有自己的目的要进来 而这个域内有些国家呢 其实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来把别的大国引进来 来和区内大国呢 做平衡 其实我们说明白了 就是这么一回事 在这个南海除了中国之外呢 还有其他几个相关的 关于这个海域啊 什么岛礁的深所国嘛 都是东盟国家 所以说南海呢 它也是中国和东盟关系的 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合作领域 有的时候呢 也是一种有争论的领域 所以在目前这样的一种局面之下 中国和东南亚的关系 和东盟的关系呢 是力图要搞好 但是呢 美国和东盟的关系 东南亚的关系呢 其实它也是一个因素 所以说南海成为 域外国家的游泪源 它是由这几个层次的 这个原因所造成的 好 看看中东的新闻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 卡纳尼25号表示 伊朗不会为了加快 和西方的和协议进程 而牺牲本国的根本利益 卡纳尼表示 美国的伊朗 施加的心理压力 不会让伊朗仓促行事 或是做出任何情绪化行为 伊朗和美国此前在维也纳 和卡塔尔举行的几轮核谈判 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两国都在等待对方做出 重启2015年核协议的政治决定 但卡纳尼坚称 核谈判仍然在进行 伊朗一定会考虑在不久的 将来和西方达成核协议 他还表示 在伊拉克斡旋下 伊朗将准备与沙特阿拉伯 举行正式的政治会谈 作为美国扶持起来的 这个伊拉克政权 实际上又是伊朗的 什叶派的亲戚 就这样的一个关系 好 最后请您订阅世界 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 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世界